然后他进行总结了 德者本也 财者末也 所以德呀 德行的修养啊 是根本的 钱财呀 这是末梢的东西啊 是细节啊 是这个细枝末梢的东西 这不是根本问题啊 如果你外本内末 你把这个本来是根本问题的 这个德你放到外头 把他边缘化不去理他 而你把这本来是末的 这个财这个钱的问题 你放在里边你非常重视 就本末倒置了会怎么样呢 争民失夺 如果统治者 重视的是钱 是财忽视的是德 本末倒置 那么导致的结果是老百姓 相互争夺 这叫争民 最后你就把民众引导成什么呢 民众之间相互争夺 你及我呀 失夺呢 就是你在普及一种相互 倾压的社会风上 统治者如果本末倒置 重视钱 忽视道德建设 那么 民风就完了 老百姓就相互 相互 这个 这个欺诈 相互掠夺 而你培养这样一种社会风上 我每看到这句话 我觉得就是为当下说的 改革开放三十年 邓小平总结就是物质文明建设 整的挺硬 精神文明建设 没抓上去 实际上他造成的结果就是 本末倒置 精神文明 道德建设 没抓上去 最后中国人全民的就认识钱 过分强调了财 忽视了德 结果就会导致一个错误的 社会风上 整个社会进入一个畸形的状态 这个他说的已经具有预言性了 事故财聚则民散 财散则民聚 他说你作为统治者 你要知道一点 你要是能把钱聚起来 民心就散了 老百姓就要离你而去了 你只有把财散出去 老百姓才能围绕在你的身边 他告诉统治者 我时刻要记着这一点 所以国家要是以敛财为目的 最后去宣传我国库储备 每年增加多少个亿 这民心也就 同时就意味着民心彻底散 这个应该也是统治者 去参悟的一个事情 事故言贝尔出者 一贝尔入 这个跟我们有关 语言呢 这个贝就是腻 贝腻是同一词 这个贝就是腻 腻就是不顺 你那个语言说出去 要是不顺的话 他也会不顺着再回来 就你说别人那个话 别人会反到你身上 你怎么说人 人怎么说你 就这个道理 为什么要剪点语言 你说出去这个话 回头都会转一圈 回到你身上 这个不仅是针对统治者 每一个人都应该注意这一点 理计上讲 愤言不出于口 恶言不反于身 你要不骂别人 别人怎么会骂你呢 所以这个要注意 你的言语如果是悖逆的 不顺的 你这话说的就不讲理 你这话说的就不顺 最后你会发现 别人跟你说话也这样 他也不咋顺 他也枪插着 他也不讲理 因为啥你就这么个态度吗 你就是这么说话的吗 所以这个方面是 所有人都应该注意的 但下面这句是说给统治者的了 或者说给这个办企业的也可以 叫货贝尔入者 以贝尔出 贝尔是不顺的 你呀 说你这个财呀 你这个货呀 这个这个 如果是不顺的得到的 你也会以不顺的方式出去 说白了啥意思呢 就是你 你这笔财要是来路不正啊 你也存不住 你会发现有个意外之灾 这财还是走了 贝尔入者一贝尔出 你用不正大的方式得到的这个 然后你会经历意外的灾难 再把它挖出去 他讲的是这么个道理 你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取得的财 然后你会遇到意外之灾 再把这个财花出去 就俗话说 省着省着窟窿等着 就这个到底 这实际是针对所有人的 那么 要想 聚财 怎么办 他前面已经告诉你了 先慎乎得 你要不能从这一点入手 最后你得到那个财 都是贝尔入 然后贝尔出 东王会西跑 前面少扔 然后最后发现呢 你总有些烂七八糟事 总有意外破财的地方 来的快 反正走的也快 就这么个结果 这是 相对具体一点的统治者 智果平殿下的注意事项 相对于前面那几个宏观的原则 他相对具体一点 那么谈的是什么 经济 这一段谈的是统治者 怎么去搞好经济 搞好国家建设 你还得从自身修养入手 你搞好修养之后 你才能吸引来人才 人才为你所用 你有人脉 有资源 你才能 有才 有才之后 你才能实现你人生理想 这说的是多么的现实 儒家相当现实 有才此有用 任何的人生理想都需要花钱的 任何的人生梦想都是需要花钱的 所以以前我劝我们那个毕业生 说大学毕业了 临别寄语 杨老师勉励我们两句吧 我勉励你啥呀 我说从现在开始先努力挣钱吧 我老师说的是不是太俗了 我说记住了 人生任何梦想 梦想任何理想都得靠钱去实现的 有才词有用 你没钱 你谈什么理想 谈什么报复 那都是空的 你说这个大学里 这块说的是多么的现实 整个这一个自然段 给统治者谈了一个搞经济的基本原则 是一年 这一个小小小小的 我说现在我们做一个小小小小的 你怎么办 就快了 你不想做一个小小小的 你不想做一个小小小的 就不能做一个小小小的